哈囉我是Tia 哈囉我是Kelly 歡迎收聽Girls on the way OK 我已經迫不及待要來Event 你要調大聲嗎 有人今天迫不及待的要來Event 對 首先請妳看看我的支架 這有點 不是非常flat 那就算了 OK 我不是太挑剔妳的工的人 OK 但這個顏色會像是我挑的顏色嗎 一點都不像啊 反正我是挑一個淺黃色 做一做那個粉就是橘色的 嗯 粉橘色 但是呢 依照我以往的經驗 我也知道就是 deep powder 有色差 有色差 就是它在上一層top coat之後 它會變色 粉那個顏色會變鮮豔 Right 然後我就也不想要就是 我也不想要be offending 就跟它說 這不是我挑的顏色 因為就是一個顏色對一個顏色嘛 你怎麼 我跟你說 我完全沒有想過它會拿錯 反正我就是相信它們 結果到最後 它就是一直維持這個橘色 然後我就說 它還會再變色嗎 而且 其實中間我有一直半開玩笑說 哇 這個processing the color 跟我pick的差好多哦 可是你知道嗎 就越南人嘛 它就 就跟你假笑 它可能聽不懂你說什麼 它就跟你在那邊傻笑 然後就帶過 所以我也 搞不清楚它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反正到最後我才問它說 這個會再變色嗎 它就說 我也會變成亮面的啊 然後 它就說 哦好吧 要不然 你再找出你原本那個顏色 然後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找不到 因為可能電影很多人 太多本了 太多那個了 對啊 然後大家可能傳來傳去就不見了 或什麼的 反正我就找不到 而且當下我也很焦慮 所以就更找不到 算算算 另外一個人就說 好我建議你已經很多層粉了 那就直接幫你上一層光療 就換你想要的顏色就好了 但我還是沒有挑到我想要的顏色 我就隨便選了一個這個淺白色之類的東西吧 然後就是不是這樣蓋了之後 好像也沒有完全蓋到 所以就一直 讓我覺得我在看那個橘色 Really 你不覺得橘橘的嗎 它就是有一點粉 粉的那個顏色 沒有橘啊 我覺得還好耶 原本是哈密瓜橘 誰會選那個顏色 它這個很像那個哈密瓜橘 然後再加牛奶的顏色 反正就氣死我了 所以我就想說 好算了 我原本還想要請他 幫我畫一些可愛的東西 我就想說算了算了 我已經坐在那邊快三個小時了 然後 就得到一個這個很 非常普通的結果 然後還要讓人家 跟我說 我幫你弄霧面本來要加錢的 但是今天因為發生這種事情就不用 我覺得超想 I'm so sorry it's ok 好反正呢 就做完肚子餓了 去隔壁買漢堡 他們家有很好喝的那個shake 然後我就想說 幫我朋友點一杯 嗯 他家的shake是可以加料的 然後我要再另外一杯是這個口味 然後他還問我說 你是說另外一杯嗎 還是把這個料加在這一杯裡面 我就說另外一杯 拿的時候 就只有一杯 然後我就說 我不是說兩杯嗎 然後他說 你不是說一杯嗎 喔 這讓我超級生氣 我就說 Fuck you that's fine 我沒有說Fuck you 你在Fuck you他們那個家店都是黑人 應該會揍你吧 沒有 就是白人小女生 喔 ok ok 到底在不順什麼 而且我同時也會有點挫折就是 到底說我英文不好嗎 我就說我要這個顏色 為什麼拿成那個顏色 然後我就說我要兩杯 然後變成一杯 超級挫折 然後想到後來就覺得 嗯 好啦我自己有問題 我現在就知道了 就是 你為什麼會反省自己有問題 如果顏色 你選好這顏色 你就拍起來吧 你就保護自己 點完餐 看一些收據 保護自己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在美國 要不然真的 很需要證據這件事情 大家都這麼衰嗎 對 我覺得在美國好需要證據喔 真的很煩 然後我就知道 這個月上禮拜 唐啟洋老師的直播 他是唐洋期還是唐啟洋 唐啟洋 那為什麼他的 Podcast 叫唐洋機酒屋 我再幫你問他 你很熟是嗎 哈哈哈 好吧 anyways 就是我知道他上禮拜講天秤座 有一個 他就罵天秤座 喔 By the way我現在就是 有五成覺得自己是天秤座 你現在就完全覺得自己是天秤座了 而且我就在 決定自己是天秤座的當下 我就發現 欸處女座好像開始變好了 然後天秤座開始變衰了 你知道嗎 可是你的上升 你的上升 什麼鬼啊 月亮真的有天秤嗎 沒有 我的上升是天秤啊 你的上升是天秤 就是天秤開始就是明顯 顯化了 嗯 他就罵天秤座說 你不能怪什麼事情都這麼慢 因為你都是要等到面面俱到 才去執行 吃苦啦 不是你自己 他就這樣子說 然後我就知道他上禮拜講的那個時候 我就回家路上 我就再播一次那個給自己聽 然後一直在那邊 discourage 邊聽 邊在那邊 阿門 阿門 我覺得 狂點頭 他講的這句話非常discourage 怎麼說 就是 就是世界上那麼白目 很多白目都過得比你好 我聽到這我就 幹 就是這樣阿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沒有必要 那麼的替別人著想 很多就是 眼白很多的人 對啊 就是過得開開心心的阿 然後不怎麼樣 是沒錯 對 然後我又想到非常多的事情 算了 我們還是進入今天的主題好了 不然 我真的是vent不完 你等一下再跟我說最近很多事情好了 好 今天 就是要讓我說個不停 今天要來說說 the worst date 糟糕的 約會噩夢 可能就是一個符合我 然後分手之後 可能又斷斷去的開始dating吧 然後就可以回溯 回想出 以前也有很多很瞎的dating經驗 然後提案說他沒有什麼dating的經驗 因為他都很快速的進入relationship 所以呢 或者是打跑 逼逼逼 反正呢 提案他說他會一邊符合我的故事 然後一邊他也找了一些網路上的資料 男生女生一些約會的tips 就是我很少那種 可能真的在網路上聊聊天 然後就見面 然後have a coffee的時間 或者是have a lunch的時間 吃個午飯喝個咖啡的時間 好像很沒有過這種欸 都直接去人家家 有點危險 小朋友不要學 不要學這位阿姨 阿姨 阿姨 OK 我們現在先從那個 Kelly的最早約會開始 我現在在開車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想想 哇好多個喔 我就是選了大概六七個最精華的故事 最 我選了的第一個就是 這個是照時間軸進行的啊 這最早最早是我大學的經驗 這個人他是朋友的朋友 然後我們是在就是類似聯誼 或是某次夜店的活動認識的 我就煞到對方 當時我單身 然後我就非常喜歡他 當然他就對我就還好 可是呢我們就是有聊天 聊一聊 有一次約出去說 一起念書 弄到很晚 然後他好像住在很遠的地方 我也住在很遠的地方 都不是在台北市區 然後不知道誰的idea 估計可能是我 如果既然是我喜歡他的話 但是現在也不能確定 反正我們就討論出一個結論 就是在北車找一間旅宿 然後去住 就過夜 就整高中的時候嗎 大學大學大學 喔大學的時候 OKOK 就發生了圈圈差一點點 就壞壞 對 但是呢 對方是小處男 所以我現在想起來可能是我 印象工 可是他可能也是很想要試 OK 所以我有一點我真的忘記 這是年代久遠 嗯 就是很尷尬 因為他就是不會 然後我也知道他就不喜歡我 所以他可能就沒有那個感覺 所以就 他為什麼不喜歡你還會同意 所以就是處男好奇或怎麼樣吧 開個房間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那當下開房間的目的是什麼 原本就是過一個晚上 對 因為住太遠 對 只是就反正有發生 然後就 很軟很小 所以 等一下 所以很軟很小才是這個 worst day的那個point嗎 對對對 OK那個點 隔天早上 因為他就 嗯就是小處男 處男咧 他就很擔心怎麼樣 就明明沒怎麼樣 可是他就很擔心怎麼樣 他硬是要買那種事後碗給我吃 呃 我覺得男生這樣子超要不得的耶 怎樣要不得 因為我覺得如果這個女生夠成熟 他會保護自己的話 不用你講他也會去吃事後碗啊 對啊然後就是 事後必要啊 我覺得男生很想 很怕自己負責的那個臉很討厭 對對對就是一臉很怕自己負責的那個臉 就是很鬧啊 而且重點是你就沒翹起來 你是在幹嘛啦 哈哈 沒翹起來不代表那個 液體沒有用啊 就是沒錯啦 可是就是 我們就真的沒有做到 like 五成以上 後來我們就很尷尬 我們就沒有在聯絡 那我要給你這個最糟幾顆心嗎 就像你之前講那個黃友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最糟三顆 OK 還不是很嚴重 OKOK 再來下一個很爛的 唉 就是你們知道就是在Tinder上面 如果你留下你的社群資料 比如說Instagram帳號 就有些人他們都會 不管你有沒有 swipe right for them 他就是加你的Instagram 然後從Instagram直接私訊你 嗯 我記得你好像蠻多這樣子的欸 我很多這樣 然後我就會直接第一句問他說 Don't you feel like that cheating 然後我就會看對方什麼反應 這樣子 但這個人 他很特別 他是私訊我的Instagram 但是他說 他不是在什麼交友軟體上面看到我的 他就是真的是在 可能從地標或什麼 看到我 Hashtag 對對對就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開始聊天 然後他就 他幫whole food工作 嗯 我會覺得很酷 然後就看起來就是一個 摩摩蚊子彬彬的 聰明聰明的人喔 然後我們就有聊起來 然後就聊了聊 他就說 欸那要不要那個 出來 見個面之類的 我說喔好啊 那時候就也聊了一兩禮拜 然後我就想說 OK要可以出來 但是我那時候是 好像 因為剛搬來這邊人生地不熟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約一個人比較多的地方 嗯 所以我們就約在mall 我們就坐在美食間 然後就開始聊天 然後越聊越不對 我就覺得 這個人 我就不行 我就有表明說 嗯我們可能 不太適合 就不太一樣 我知道為什麼他不讓我喜歡呢 就是他那時候問我很多 很personal的問題 喔OK 對 就是 你家人怎麼樣啊 然後 你 你以前的感情怎麼樣怎麼樣啊 然後我就覺得 嗯 第一次見面好像 我不想講那麼多 而且我已經表明我不想講那麼多的話 你又一直問 很討厭 然後他就是 就這樣很白目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們可能不太適合 嗯 他就直接問我說 那你喜歡怎麼樣的男生 然後我就說 嗯 嗯 就不是你這種 你也是 很絕很絕 好啦好啦我可能是有點絕 I like it 但他當下就有點傻眼 就是 可是他就是這麼白目 所以我才敢這樣子講話 我是 我覺得我是有一點見人說人話 見我說鬼話的人 他就 可能也有震驚到 然後就突然 就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有點像壁東這樣 只是我們是坐在 椅子上 然後就是 就是美食街有一個小小的靠牆 嗯 corner 然後他就突然這樣轉過來 很像壁東 然後就說 Well What if I give you a kiss now? Will you change your mind? Oh my 然後我就說 我就直接說 What the fuck 然後我就把他推開 我就說 What the fuck 我就嚇到了 我就說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想 然後他就說 Well 很多女生真的是這樣啊 就是 就很多女生就給小啊 他就說 以前有碰過一些女生 就真的是 要有一些肢體的東西 讓他產生affection 或什麼的 要有一些霸道總裁的感覺 讓有些女生會覺得 Oh my god 可是我覺得那就是 建立在有一點點好感上面啊 如果我就討厭你 沒錯 你這樣會讓我超級反感 然後我就 我嚇死了 我就直接說 Don't message me anymore 然後我就跑走 好可怕喔 有點可怕 這個 這個可以列入那個荒謬的世紀吧 哈哈 而且這個 因為 OK Worst dates 這個你剛好講到欸 就是我剛剛查的 Top 10 10個男生千萬不要做的約會行為 欸你這一個經歷中了1跟2 就是中了第10名跟第9名 第10名是過早動作親密 Data Top 9跟Top 10 可是我覺得 隱私話題的level 非常非常難界定欸 我就覺得這個時候就要看人家臉色 對對對這個時候看人家臉色很重要 媽的我想講我就跟你講 然後我不想講 我的臉就會這樣歪情扭吧 OK 可是現在很多人 因為現在早半很難找 然後大家都會想要speed up 就是快一點 他不想要就一點一點 像以前那樣聊天聊很久 然後去了解一個人 所以一開始的Data 可能很多人都會問到家裡的狀況 然後你以前的感情 快速的了解對方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是可以在訊息裡面聊的 我覺得見面的目的是 為了體驗相處的感覺 接下來這個 我不知道把它拿出來講好不好 因為他現在是我的朋友 誰啊 就是借我們麥克風的Kevin 你不要那邊 還好他聽不懂 你這一段就是完全不能提到他的名字 然後不要講英文 如果你提到他的名字 你就不要講英文 喔好好好 OK 反正很多人叫這個名字啊 就他在成為我的朋友之前也是 呃我的某一個Date 嗯 一兩次我就覺得 嗯這個人是好人很好的人 嗯 但是就完全不是我的菜 完全無法對他有心動的感覺 嗯 他又很臭屁 OK 就很煩 就什麼事情都要講 自己好像很厲害一樣 我要講這件 就是他就硬要帶我去吃 港式飲茶 Why Why港式飲茶 因為他會講 廣東話嗎 因為那時候我剛搬來這個地方不久 然後他以為他會講廣東話 哈哈哈哈 他不是真的會嗎 上次我們卡到OK的時候 他真的有跟就是 Anthony講很多廣東話 會啊會啊三句啊 OK 哈哈 好反正他就是要show off嘛 他就是要帶一個新來的妹妹去 呃體驗這個地方 然後show他 嗯這邊他知道的好吃的食物啊 還可以順便繞個幾句廣東話啊 嗯 反正他就帶我去吃 去到那邊呢 我就看到 他們是有推車的那一種 喔我知道我知道 那其中一個推車上面就有各式涼菜 然後我就看到久違的豬耳朵 嗯 然後我就說我要那個我要那個 對方就說 Did you know this This is Chinese bacon 然後我就 I'm like No This is pig ears 對不起 好笑的就是他原本都夾起來了 嗯 然後夾到一半我說pig ears 他就放回去 他就放回去 他就喔 OK 哈哈 所以他就是自以為知道 所以他跟你講說是培根 自以為知道 然後聽到是做得多 他不敢吃 放回去 I'm like ok Stop showing off 但是這個人呢 直到今日 因為我們還是朋友 他還是很show off 對 你這個date講完嗎 講完了 你這個date hit到三個點 哈哈 有這麼長嗎 就是男生的top ten 一個就是 第三名 show off break 就是炫耀 瘋狂炫耀自己 自以為的特長 是真的特長喔 自以為的特長 4 還有第四點 過分殷勤 太殷勤的要帶你去他知道的餐廳 就是有點 太故意的set up 這些這些date 然後硬要帶你去吃一個什麼廣市 其實你第一次date 你有必要一定要吃什麼廣市餐廳嗎 你可能喝杯咖啡 或者是 隨便一些local的 就ok了嗎 我真的覺得就是小飲料就好了 可以讓女生有個機會 就是譬如說我這個date完了之後 我不想要讓你覺得這是一個date 就是我覺得時間 不是不是 我的重點是 如果我沒有喜歡你 我就把你當作朋友 那這一筆錢我可以自己付 就是不要太價位高的 對 對對對 我是為時間著想 什麼時間 就是我覺得一杯飲料 或者一個素食餐廳的時間 剛剛好 不尷尬 聊完 你就可以走了 然後可以決定要不要去下一個地方 或者是下一次約會 對對對對對 我有聽過這種說法 對啊 但是如果你去一個價位很高 像廣市餐廳那種 就是要坐在那邊至少一個小時啊 對啊 還推車的咧 對啊好尷尬喔 還有嗎 有有有 還有head到一點 第五名是男人滔滔不絕 因為我個人也認識他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非常滔滔不絕 很難停止講話 我覺得男生滔滔不絕真的非常的turn off 恭喜這位K先生 Hit了Number3 Number4 Number5 讚讚讚讚讚讚 這是我的好友啊 好 欸剛剛講到這個去飲料店的事情啊 嗯 我現在就學會這樣子了嘛 所以我要順便講我最近的一個聊天對象 我應該知道你要講哪一個 我就開始笑了 因為他住在比較遠的地方 所以他難得會來我們這邊一下 然後他就一直說要不要出去 就見個面什麼的 然後我就馬上保護機制啟動 我就說那我們就去喝個咖啡 然後他說OK啊 然後大概過了10分鐘之後 他又再傳一封簡訊來 呃那個 你自己的咖啡會自己付吧 哈哈哈 我的天啊 我當下我就把這個截圖 然後傳給一些朋友看 或是直接跟他們講 嗯 I'm like Are you fucking serious 就是OK啊 我當然可以自己付啊 可是 你都還沒見到我 但是以男生問出來耶 然後對 以一個男生問 問啊你是怎樣 你是付不起這個咖啡 還是你是多怕被玩弄 喔我要玩弄你 還是多怕被占便宜 對啊啊也不過這一杯咖啡而已 對啊 因為他從頭到尾就一直問我說 我是不是來play game的 我覺得如果你用一杯咖啡的錢去 判斷對方是不是在跟你玩遊戲 在跟你亂搞 我覺得很值得啊 我就覺得 我有破麻道要 連一杯咖啡的便宜都要占嗎 對啊 對啊 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人 但是我們可能不適合 嗯 祝你好運 Good luck 他這個 也Hit到一點 No.6 排名第六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要排名第一耶 嗯 我覺得太小氣 你記得我們之前講 異國戀的 那個 那一集嗎 在這邊約會很多 其實第一次 如果是男生約你出去的話 通常都是男生付的錢 這個我覺得他 問你要不要自己付咖啡 我覺得超噁心的耶 對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不是小氣 他只是問這個問題想要試探我說 就是我是不是只是想佔他便宜 只是剛好我約的是個咖啡 然後讓他自己很尷尬 那這個人他也有一個非常 讓人家就是 會養尾的點 他非常非常沒有自信 而且非常非常有那種 insecurity 覺得他會被play 他一定是traumatized 我覺得他一定有trust issue 嗯 之前一定有創傷 可能一個妹子然後 大筆的騙了他很多錢 還是騙了他十杯咖啡之類 很咖啡 我覺得很扯很噁欸 下一個呢 這個就有一點random 我也不知道這能不能算個date 反正這是我人生的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黑的歷史 但是它則是其中一個部分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當時單身 然後我的朋友 很熱心的想要幫我介紹新的朋友 然後他的男朋友很有錢 然後朋友又很多 但是在另外一個城市 他就跟他男朋友提到我吧 然後他們兩個就決定 要幫我出飛機票的錢 然後去到另外一個城市 參加一個很大型的音樂會 欸Kerry 我昨天看到一個包包 台灣定價超貴 我看好看 蛤?這個包 我前天在美國這邊看便宜很多欸 真的嗎?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代購 當然可以啊 除了外籍男友之外 外籍包包 鞋子衣服 香水 化妝品保養品 小零食 3G 我都可以幫你從美國安全的買回台灣喔 專業美國代購請指名 TellyExchange.tw 美國代購生活 在Instagram、Facebook都可以找到我們 收聽Girls on the Way的聽眾朋友 使用專屬折扣碼 GOTW全部大寫 可享有一次 無條件免費折價200元的優惠 一開始不想來 後來他們就一直說服我 然後我就來了 然後我來了 之後呢 他們兩個就吵架 所以為期三天的音樂季 他們兩個都沒辦法去 然後就是你一個 對 很白癡 音樂季 一個人去 我不知道可能有人這樣吧 但我就覺得 是那種戶外演唱會嗎? 對啊 ACL 然後 所以呢 我就打開了 萬能的Tender 然後 因為在活動期間呢 會有很多人從外周飛過來 對 所以其實還蠻好找到就是 跟你一樣 要去ACL的人 ACL 然後需要找半一群玩的人 然後我就找到了 幾個 兩三個三四個吧 有一個人 他沒有票 所以他不能進去 可是感覺他是想來跟我A票的 沒辦法進去就沒辦法進去 問沒有多的票 但他人很好 他就帶我就是 在外面繞了一圈之類的 就介紹這個城市 所以這還好他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第二個 第二個人呢 就是稍微聊了一下 覺得這個人還不錯 然後他就說 他也是從別的城市開車來 然後就一群朋友 然後就覺得 可以加入我們 然後我就去 去到那邊他大概就是四五個朋友吧 然後都是男生 找到他們跟他們會合之後 我們就OK 很開心的去聽 人家唱歌 然後聽一聽 他就說 嗯 這邊好無聊喔 我們去另外一個 對有很多個主舞台 對對對有很多個舞台 然後就說我們去另外一個舞台 然後就變成只有我跟他 嗯 然後他就開始 上下七首 摸來摸去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 嗯 OK 可能就很投入吧 然後後來就 有點誇張了 就開始可能 跟我接吻或什麼的 然後就說 OK OK 他就可能就是 變成興奮 然後他就說 呃 有一點餓 我們出去找東西吃好不好 嗯 他就帶我去坐接駁車 就離開了這個園區 離開了音樂會 對 OK 我們剛好才聽了兩首歌欸 哈哈哈哈 就 這個有點像你去村啦 嗯 然後你在那邊跳了一首歌之後 就被帶出來 就被帶出來 對對對 他在那個街坡車上 就是狂拉我欸 然後拉到我一個 覺得傻眼 OK When are you gonna stop? Are you talking about 拉機? 對 OK 在全車子的人都在看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可是就覺得 OK fine 我就是來Enjoy的吧 但雖然我沒有很Enjoy 嗯 那個接駁車就把人 載出來丟到Downtown市中心 嗯 然後我又以為我們要去找吃的了 就是他說 欸我們先上去我的那個Hotel 拿一下東西吧 Oh my god 然後我就會 這個就是硬要那個啊 反正 反正就發生了某些事情 很不堪的一些事情 後來就這樣子 很快速的結束了 他就說 嗯 那我們下去找東西吃吧 終於要下去吃東西了嗎 嗯 我想說你還要再騙我到什麼時候 然後我們就下去 然後我們就下去 樓下剛好是一個那個 大型雜貨店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在裡面 逛逛逛逛逛逛 我一抬頭 他人就不見了 他就消失在人群中 Really 對啊 幹 超 爛 超扯欸 超爛 超爛 他就是想要一個free meal 他就是要free 超傻的 Oh my god You are so innocent 你真的不要太傻了 好 真的太傻了 我就說這是我這個超黑的歷史 好 你所謂的黑是因為你覺得自己當時太傻的那種黑 很傻而且做的事情就是我就覺得 就是你覺得以你現在的智商來看你會覺得 unbelievable 你可以做一些聰明一點的選擇 OKOKOK 完全被人家吃死死 真的是被人家壓頭欸 你完全被占便宜欸 這個在我這個排行榜裡面 沒有head到任何一點 可是他就是最爛的 對因為這個太荒謬了 OK 這個最爛 這個我給五顆星 欸上一個呢 可以先 我給4.5顆星 這是爛嗎 不是因為我真的受不了滔滔不絕 然後又很愛炫耀的男生 所以我自己 個人意見是4.5顆星 那個點5是因為把他當朋友嗎 不是 點5是因為沒有被壓頭 再來下一個也是算是近期的 然後就是已經是我經歷了這麼多段感情之後 我覺得我已經比較成長了 就是最近一次分手之後的開始dating的第一個人 我們就是簡訊聊天聊的感覺也還不錯 就出去吃飯了一次也還不錯 而且人也蠻帥的老實講 後來他又再約了我第二次 但第二次他就找我去他家 雖然很多人都跟我說 啊找去人家家就知道是要幹嘛的 吧吧吧 可是我就也覺得我有講得很清楚就是 I don't want hookups 就是我不要打炮 嗯 我去到他家他也是一直跟我說 嗯 we're not gonna 但是所以要幹嘛 他說我們可以看電視啊看電影啊什麼的 然後所以我們就坐在他的床上 看音樂錄影帶 就是MV 對 可是我知道很多歐美的MV 其實拍得很好看 哪一種 雖然我不會認真的 那天看的都是哪一種 那天看的就是很多Drake 很多Chris Brown 就是很多妹很多屁屁 但我其實也從來沒有那麼仔細的看過那些MV 嗯 所以也是結果那一天之後才發現 欸其實他們很多是拍得好像很有內容的 好像要傳達什麼東西一樣 嗯 就是有些有storyline 對 而且他們的那個質感真的很像電影 嗯很 cinematic 應該是這樣說吧 But still 我們就一直坐在那邊看MV 然後都沒有講話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這太不像我了 我就硬要 你是一個非常productive的人 你就是感覺要做什麼事 有意義的事情 對對對 我很痛恨 沒做事 坐在那邊發呆 浪費時間 我就一直講話題 譬如說他在看Drake的MV 然後我就說 喔你也想像很喜歡Drake 然後他就會說 嗯 句點 句點 譬如說他放Nipsey的歌 我就說 Nipsey是今年過世的嗎 啊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他說 I don't know 句點 句點 然後再放下一首 Mac Miller 啊 Mac Miller died too 2020 killed so many people yeah 句點 man 就是 我就覺得他就是個超沒內涵的人 或是他就是 完全沒有在 我覺得他就是太chill了 對就是很chill 頭腦完全沒有在思考 或是他就是完全只想著想要我的身體或什麼的 I don't know 可是他又沒有說 他當然不會說啦 對啊他當然不會說 可是 你就坐在那邊 很尷尬的看了兩個小時的music video 我就說 嗯 你要不要出去呢 因為那時候我還在看房子階段 嗯 我就說我今天有一個open house 然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 他說 嗯 嗯 不太想出去欸 你可以去啊 他就這樣說 他說你可以去啊 嗯 然後我就說 ok bye bye boy 這個難為男人們了 哪裡難為啊 我要講就是 你太滔滔不絕 我們會覺得是一個no no 但是你如果太安靜 我們也覺得是一個no no 不 這個安靜跟你主動的安靜不一樣 你是被動安靜 因為我有問題給你喔 對對對 所以你自己沒有把握機會回答 因為你害羞的話 ok啊 我開了很多畫家子給你欸 可是你總不能一直 要我講十句 然後你講一個字吧 我知道有些男生 他把女生邀到家裡 雖然女生講很清楚就是 不要打炮 但是我覺得男生都會抱著一個機會 就是 既然我們兩個都坐在那邊chilling了 嗯 一定會有某個階段 是我們兩個有辦法開始肢體接觸 然後進而打炮的 我覺得男生很多都是這樣想的欸 我可以相信他的目的應該也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 嗯 因為我們第一次出去吃飯了 那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我就覺得被騙了 這個我給兩分 worst date 至少你就是也沒有做多久 欸有兩個小時喔 幹 你還可以撐這麼久 我可能一個小時我就受不了了 很生氣的 回到車上PO了一個文說 I just wasted 2 hours of life 你怎麼還撐得到兩個小時 因為我就想看他到底想幹嘛 有沒有想要跟我講話 因為我一開始還蠻喜歡這個人的啊 那你現在就要反省了 為什麼自己不早點走 stupid 這個也沒有到那個排行前10名裡面 我們來講一下剩下的排行好了 你講完了嗎 喔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超重要的 講講講講講講講 剛剛Kelly本來要再share一個 但是我說那件事情不算是date 是我們等到下一次的那個 美國荒謬Part 2 我們再來講那個 那個荒謬指數五顆星 那我要講我的 約會噩夢的精選 大魔王嗎 最後一個也不是大魔王啦 但是也蠻倒胃口的 我覺得被壓頭的大魔王 好這個人呢 好我這邊就要說 就是在美國的亞裔男生 我覺得多少會有種天生的自卑心理 所以才會滔滔不絕加炫耀 對他們明明就看起來弱不驚風 可是講的話都 喔好大喔 很屁這樣子 很不搭啦 就你要嘛也把身體練壯一點吧 可是就不是 就他們就都弱弱的樣子 but anyways 反正這個就是 一個Filippino 原諒我記憶力不好 但是我的重點就是呢 我們在一個酒吧裡面啊 然後我們就點酒 然後就要舉杯乾杯 乾杯完之後他就一直盯著我看 然後我就說 What? What's on my face? 嗯 他就說 Did you know that? 就他們有個theory 我就是很少這種date 所以我都沒有給機會給男生跟我唬爛 順眼我可能就會想要試試看他們的硬體如何 然後如果不順眼我可能就連硬體都不會試 然後也不想聊天我就走了 因為我覺得硬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他這個狗屁theory就是說 According to law If you break eye contact during the toast you will suffer seven years of bad sex 什麼啊就是你在乾杯的時候 就是敲杯的時候 敲杯乾杯的時候 如果你們那個眼睛 沒有看著對方 對沒有看著對方的話 你就會七年沒有辦法有good sex 就是你七年沒有辦法有好的硬體 對 所以他拿這個來跟你講嗎 對 然後呢 然後我就當下起雞皮疙瘩 就很噁心 非常噁心 我就很不舒服 因為第一次約會他就講到sex了啊 是這個點嗎 是然後這個迷信 我不知道就是由他講出來就是很 猥瑣 就如果是一個啊 strike a man什麼的 就很flirty 好像還不錯這樣子 可是你就是自卑 你不會有好sex 所以你在逼我跟你對眼看嗎 還威脅我的sex 就是有些句子看人講了啦 真的是 對對對 如果很帥講出來我就覺得OK 我覺得 喔這個還講到一個 就是我剛剛查到的那個top10裡面嘛 有第七點是孤島陷阱 就是男生在選第一次約會的 呃店的時候 例如說你們第一個地方約了電影院 第二個地方約了餐廳 那就建議你這兩個地方不要離太遠 交通的路程中 非常塞非常擁擠的話 會大大的為這個約會扣分 這個為什麼是第七名啊 如果在車上變成是一個很好的聊天機會呢 那如果這個男生表現得非常好 不會滔滔不絕又不會太安靜 You know 聊得非常開心 那就是大家分 但是如果不是以上這些特質的話 我們就逃不走 就是大扣分啊 OK 好 不過是真的啦 不同的話不同的人講真的差很多 是 還有哪一點沒有被講到嗎 有 有一個是 not listening 就是不會聆聽女生 你好像有遇過這種吧 就是不會聽你的 然後一直講他自己的 有很多男生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跟第三點勸要其實有一點 互相呼應 應該同時會發生 因為通常這個男生如果太自大 他就不會去聆聽女生 You know what you gotta say 我覺得有在聽人家講話真的是很加分 不管是不是date 就是你 人生中遇到的人 都是 所以 人家才會跟你說 為什麼記住陌生人的名字很重要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很窩心啊 就是我有一個date 他就是真的會記得我說的話 然後其實讓我非常感動 我們聊天聊了蠻久的 但是我一直不給他約出去 為什麼 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可能沒有準備好吧 反正我終於有一次要給他約出去 他就問我說我想吃什麼 我就說你決定吧 他竟然選了泰式餐廳 他有記得他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問過我說 我喜歡什麼食物 我當時是說泰式食物 跟他見到命人之後 我有再問他說 為什麼你會選這個餐廳 然後他就就是 你知道鬼靈驚怪的一笑 然後就說 I think you'll like it 好加分喔 阿這個最後怎麼樣 我要說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Tinder date 男生也會有catfish的 他catfish嗎 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點啊 就是他 他長得蠻好看的 可是 出現的 對 出現的時候就是有點矮 然後講話聲音 好high pitch 喔喔就是那個 OKOK我記得 我記得 很不搭很不搭 但是他很sweet 他還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 我沒有辦法理解啦 所以我們可能之後還可以當朋友 但是就是現階段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 跟他有任何romantic的關係 OK fine 剛剛就是第八名是not listening 第一名是沒有主見 沒有主見我自己認為是非常turn off的事情 是的 男生沒有主見真的是 我不多說了 那你給舉個例子呢 我以前就有交往過的男生 我問什麼他都說 不知道 然後不然就是 隨便你啊 不然就是去哪裡吃飯 看你啊 那你不會覺得他是想尊重你的意見嗎 我覺得很累啊 而且我有跟這個男生講過說 我在朋友家人 我幾乎都有可能是做決定的那個人 我不希望我在我男朋友身邊 我還要當做決定的那個人 嗯 好累喔 如果你要交男朋友 你當然是想要被baby的啊 你為什麼要 就是還要當個女強人主導一切呢 嗯 是的呀 是的呀 然後第二名是不修蝙蝠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有過有味道的約會嗎 有味道的嗎 我現在是想不起來了 這個應該不算約會 應該就是 彼此有來電 可能有暗示大概知道 我們可能會發生壞壞的事情 嗯 然後後來發現好臭 哈哈哈哈 但他的味道是因為不修蝙蝠 發出的味道嗎 我覺得是純粹種族的問題 對啊 那個很難那個 可是我覺得那種鬍子不刮乾淨 或者是 就是 牙齒有菜喳 不行啊 那不行啊 你親得下去 還好沒有遇過啦 喔喔喔 那個基本上 我看到了就會 第一次約會出來 穿藍白拖 或者是短褲啊 你可以嗎 吊嘎 不行啊 好白目喔 如果是第一次約會 你不修蝙蝠的話 那是完全no no 像我跟我老公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也沒有展現他不修蝙蝠的那一部分 但是我後來他發現 他真的是非常不修蝙蝠欸 這個真的是比較少人 敢第一次約會這樣子 對啦 嗯 好可怕喔 你要想像我老公穿平常 我老公會穿有洞的T恤欸 我想到我有一次了 可是這個是我完全就不抱著任何期待去的 嗯 就是上次來我家賣保全的那個 保全系統 對 然後我後來就沒有要跟他買保全 可是 就是因為有互留電話 所以他就有約我出去 嗯 然後我就想說OK啊 反而感覺是個好人 然後我就跟他出去看看 然後 我就有點半故意的素顏吧 反正我就沒有興趣 然後 可是我就覺得他是個好人 可以認識看看 我沒有持反對意見 然後你也說可以試試看 對 那時候我就想說就去 但是我當下就是覺得 喔 我就不想要try hard 我也沒有時間 我也很懶 所以我就大素顏去 我覺得很好啊 我覺得他有一點點傻眼 因為他來你家推銷的時候 你有帶妝的是嗎 對對對 我給他看Instagram吧 嗯 然後他竟然說我Instagram上面的照片 Catfish 然後這個有一點點猜到我 喔 有點雷 我如果是女生的話 就會覺得沒有差太多 但是我覺得男生會覺得 因為我老公有時候會說 Who's that Is that Kelly 非常就是sarcastic說 就是這個是同一個人嗎 我覺得男生看不出來 認識的人be sarcastic OK 但是我覺得他說我Catfish的那個時候 你覺得他是認真的在offend you 對 很白目 攻擊你對 所以這個人後來也斷了聯絡 OK 那你有沒有想像的完美的Date 或是你有什麼完美Date的經驗嗎 Hello 完美的Date要建立在兩個人都已經 知道對方是喜歡對方的 我覺得第一次約會都不可能完美耶 我覺得第一次約會一定都會踩到某些雷 只是這些雷你有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你想像中的那個樣子是 我想像中的完美Date 就是在我非常喜歡的餐廳 然後喝個小酒 完全不用手機 我覺得滑手機也是一個大雷耶 就是你在約會的時候滑手機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就是你為什麼要來這邊滑手機 你可以待在家滑手機啊 Yeah 聊對方的事情 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家庭或者是任何事情 我是一個不太介意跟對方聊我以前私密的事情的人 就算是第一次約會 我也會很明白的攤開來給你看 我攤開來給你看你可以接受 那你以後就不要拿這些事情來跟我 吵或什麼什麼的 Yeah ok I like it 我要分享我的完美Date 好你分享 因為我其實腦中沒有什麼特別完美的樣子 剛剛說的那個catfish男 就是貼心的catfish 他其實就一直在簡訊裡面問我說 你想像中的完美Date是怎樣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他媽的 你不覺得這個問題非常sweet嗎 我就覺得就go with the flow 我覺得你 因為他那樣問我的感覺會讓我覺得 OK你只是為了這一次做準備 OK那我如果我們之後發展出什麼關係 你有辦法每一次都這樣子plan嗎 不可能嗎 但是我覺得他只是想要先了解一下你的喜好 我有想太多了嗎 對 可是我就覺得說 那你就是有點try too hard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你try這麼 hard 你是不是就是勉強了自己什麼 因為他原本可能不是這樣的人啊 你懂我意思嗎 我會覺得不一定欸 好啦我等一下晚點再看我們有把他電話刪掉了 反正他都catfish你了沒有關係啦 你就不能接受他身高了 你有什麼好那個 沒有啊我就說 好可是其實我有經歷過一個就是 這輩子呀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完美的記憶 雖然很多人都說美好的記憶之所以美好 是因為他們是記憶 因為就那一次 因為你很多細節你其實已經不太清楚了 你就會記得當下的一個感覺 對就一個feel 對所以其實可能有很多瑕疵 你會忘記 但回到那個當下 但是你一定有一個highlight 讓你感覺很美好 所以你才會記住那個時刻啊 那我就來說 他其實是朋友的朋友 所以年紀很小 我那時候鋼琴商然後他就介紹我們認識 然後我們就在網路上聊天 因為我們也是住在不同的兩個城市 我偶爾會去他那邊 因為他那邊比較大 嗯然後我就有一次說我要去喔 然後他就說OK 那我們去買點紅酒跟畫板 在家裡畫畫 嗯然後我就說哇好酷喔 然後我就馬上被收買了 喔所以你是那種希望你的date是 跟你本人個性一樣非常productive 對有事情做 然後有創意 然後有創意 對對對 就是有一點心思 對對對 然後又可以同時交流的 所以就是完美 然後又有一點微醺 我覺得活動很重要 Yeah definitely not watch fucking music video for fucking two hours 不忘就怼一下那個 對對對 music video 我原本想說喔他是多有藝術氣息的小弟弟啊 然後結果發現他其實也根本就不會畫畫 可是就當下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很好玩啊 但是那個對因為 因為idea非常好啊 對對對對對 反正我們後來就瘋狂的愛上這個小弟弟 很久 那結果呢 結果就不好啊 就他有喜歡的人吧 喔 今年的生日吧 我就覺得我老公計畫了一個完美的一天 完美的date 嗯 一開始沒有跟我講我們要去哪裡 我覺得這是第一 讓我有驚喜感 我也喜歡驚喜 在一起這麼久他應該也知道哪一些是我的地雷 就是我絕對不能碰 例如說大自然的水 還有Mexican food 對 他帶我去那個米其林一星的那個餐 日本料理餐廳 然後再帶我去Downtown 滑那個獨木舟 如何不碰到水的滑獨木舟 我就是完全不碰到水的滑獨木舟 因為我有穿那個啊 背心 那跟碰到水沒有關係 OK 但是我覺得很酷就是我不會掉下去 我就沒關係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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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就是一個完全全新的體驗 因為我就是沒有划過獨木舟 然後他知道我很喜歡有那種 first time的感覺 然後我們兩個整天都沒有拿手機出來 讚讚讚 完美 我也很想要這樣子過一天 對 其實我還蠻長的啊 我的男朋友的時候 但是我有點後悔欸 為什麼 沒有拍照 對 我就是一個沒有照片的birthday 就是拍著我在旁邊跟著吧 你們去享受吧 去享受我幫你側拍 這很奇怪 狗仔 在遠處 在旁邊拍 沒有最近在那個 最近在TikTok上面 他們有一個challenge 然後就是challenge your boyfriend to take you out for your ideal day 可能早上那個boyfriend 男生就會跟女生講說 Baby你知道我今天要給你完美的一天 我們首先第一站要去星巴克吃早餐 第二站我們要去target逛街 幾乎所有的女生聽到這兩樣 都已經開始會 心花怒放 對對對 開始心花怒放 就 再來我們要去at home 逛家具 逛完家具之後呢 我要帶你去 有哪一間是非常basic的餐廳 Cheese cake factory 喔對我要帶你去 Cheese cake factory 吃午餐 哇喔 那女生就瘋掉了 這樣子 你看就是女生多容易取悅啊 這是什麼 這是個random date嗎 就是random date 他就說 其實target星巴克 多普通的東西啊 因為平常男生就不會跟女生去那些地方 真的 所以你一說我要帶你去 然後我 不會催你 我就跟在你旁邊 好感人喔 這TikTok已經被女生瘋傳了 You can have whatever you want 你知道我前男友會說什麼嗎 什麼 這些你都可以自己去啊 我老公也是這樣 我剛剛問你說這是什麼特別的節日嗎 不是啊 就不是 那如果是的話 他就會說 節日都是商人弄出來的想法 喔 生日喔 我沒有再過生日的 抱怨他了 還是 還是愛著你 幹 不行啊 好好 然後我分享一下女生版的 對阿 不要說我們偏心阿 然後女生版的第一名一定是狂滑手機嘛 例如說拍照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 第二名是 這應該是男生投的吧 第二名是 連假裝付錢的戲碼都不願意演 你會演嗎 喔你就沒有date OK 我不會演阿 就我都會耶 你要付還是我要付 還是要AA制 喔 如果是我約會的話 我都會問要不要AA制 要不要分開付 然後第三名是 太誇張的衣服跟妝容 你要想說 我覺得伊亞洲男生來講 歐美妝就是太誇張 第四點 把前男友掛嘴邊 可是我有點故意耶 因為你就不喜歡那個人了 所以你就一直講前男友嗎 我想要 誠實 就是 我心裡還有想他 嗯 你也有點說對 就是我可能也沒有太喜歡對方 對阿如果你有喜歡的感覺 你也不會一直講前男友阿 對 然後第五點是吃相很難看 很強人所難耶 我吃相就是很難看 我以前 我吃相也很難看阿 朋友都跟我說 喔什麼食物到你 手上都看起來變得好像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 這一點應該不是非常非常準 因為我覺得很多男生 我覺得男生會care 男生會care 真的嗎 他們就沒什麼能care的點阿 可是真的很喜歡你的男生 就會希望你多吃一點 沒有關係 你就大方的吃吧 大方吃跟你吃的難看沒有關係阿 好吧 這個就是 男生對女生的投票 分享完畢 我覺得今天的內容還不錯 我希望給大家帶了一點歡笑 而且今天的內容 男生女生通吃喔 就都可以聽 就只有爸媽不能聽喔 對啊 因為有一些不堪入耳的東西 好啦 我們去這週的感恩時間 感恩時間 我先來講好了 免得我忘記 好吧 這禮拜來感恩一下我的老闆好了 你現在臉好厭世喔 今天就是厭世的一天 但是感恩時間到了 所以 收起你厭世的臉 前天呢 我們老闆又帶我們去吃那個 上禮拜那集說的 貴貴餐廳 不是昨天嗎 喔 昨天過到錯亂了 迫不及待想過下一天了 好好吃阿 而且就是別人付錢的時候 真的是可以亂點耶 但是很讓我翻白眼就是 明明就是 感恩時間 感恩時間 我感恩我的老闆 對同事翻白眼 OK 好 就是因為我感恩我的老闆 我才要對他們翻白眼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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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明明就是一家很高級的 創意中式料理 嗯 你們要去到那邊點 芝麻雞 喔 Fesame chicken 吃完一盤還不夠 要點第二盤 這個就是文化差異 非常怎麼講 ignorant的中文要怎麼說阿 無知 無知的美國人 這個5塊錢能吃到的東西 你要花15塊來吃 對啊 你看我們兩個那天去 好了可能我們台灣人 有點貪小便宜 你就會覺得喔 老闆付錢 我覺得這個不是貪小便宜耶 難得來 難得不是我付錢 那我當然就點那個 38塊錢的烤鴨阿 雖然我當然表面上不會這樣子講 但是我會覺得說 我想要體驗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5塊錢的芝麻雞 跟15塊錢的芝麻雞 能插到哪裡去 對啊 我會覺得我會想 來買一個經驗 雖然不是我買 你看我們那天去 我們就完全沒有點那種 什麼芝麻雞 就是普通美國人會點那種 中國菜阿 我們點那個多有創意阿 對啊 而且他們也不是說 討厭其他菜 因為他們什麼鱷魚肉 鴨肉也是吃得津津有味 就是maybe他們 不知道那個吃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但他們不想負責任 怎麼樣開心就好 好不然因為他昨天請我們吃飯 昨天就吃飯的時候 又提到說 不小心提到了 我沒有刻意的講 我就說我在辦公室覺得很冷 但是因為我的位置是在外面 就是在門口 所以就很容易吹到風 所以我暖氣就算打開的話 我還是覺得很冷 但是他們裡面已經變成桑拿了 OK 所以老闆今天就很快速 就有幫我買了一個小暖氣 讓我放在腳邊 然後就喔 好貼心喔 可是其實沒什麼用 喔真的嗎 他就很集中的吹你的腳 所以你的腳就很燙 然後你身體上漫步還是覺得很冷 我是對那個鱷魚肉跟炒飯 念念不忘 好啦好啦 再帶你去阿 再帶你去阿 換你 我這個星期要感恩的是 我在對一個禮拜內 就找到我的新工作 然後連我的閨蜜們 都覺得特別不可思議 因為我之前找工作都是至少半年以上 可能Send出去一兩百個 有那麼誇張 應該是有吧 一兩百個履歷 對 沒有回應 然後這個找工作這麼快 我覺得主要還是要 又要感謝我的中醫師 我覺得中醫師真的是看病肩幫找工作 中醫師以前是工程師 然後我有一次就問他說 我說為什麼我覺得我在美國找工作 投了這麼多履歷都沒有回應 然後中醫師就跟我講說 說不定是你的履歷有問題 可能有一些關鍵字你沒有達到 嗯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找專門寫履歷的人有用嗎 他就說他覺得應該有 會有幫助這樣 他當然也是要講得很 保守一點 對保守一點 你要不要幫你負責 人家畢竟有老婆了 然後這時候我要感恩Kelly 因為他介紹我的這個網站 叫Fiverr 就是我們做我們那個圖的那個網站嘛 裡面就有很多很多有天分啊 或是有專業的人 然後你可以找說專門寫履歷的人 插播一下 嗯 我可以這麼愛Fiverr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喔 什麼原因喔 你現在好嚴肅喔 我Fiverr的股票從二十幾塊 買到現在已經兩百塊 為什麼每一集都要變成骨癌啊 好啦就是現在有我的生活重心嘛 好啦好啦好啦 回去你的話題 反正Fiverr就是一個很酷的網站 然後我在上面找了一個專業寫履歷的 寫完之後呢 他也是很有耐心的幫我改了履歷 然後給我可以編輯的檔案 然後自從用了那個履歷 找了一個禮拜的工作 就找到了耶 太厲害了 就是回音變得很多 我每天都在接電話 就是喔哪裡哪裡有工作 你有沒有興趣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第一次覺得自己這麼受歡迎 對第一次覺得工作 找工作原來沒有這麼 我之前找工作都是非常壓力非常大 雖然我現在還是會有那種壓力很大的感覺 可是有回音回來讓我覺得 真的 心安一半吧 對對對 有一種鬆一口氣的感覺 Yeah 感謝 恭喜恭喜 感謝忠醫師大大和Kelly大大 讚讚讚讚讚 我發現你每次無言說讚讚讚 對有點敷衍被發現 敷衍 因為我已經知道這次事情太久了 所以我也已經 我覺得我是跟你有點不一樣 像 已經跟你說Congratulations說了很多次了 對 你就你之前不是講說 講說你有些事情會先忍住 Hold住不要跟我說 然後你再跟我說 像剛剛的Vent 所以我的臉才那麼堵爛 不是 我剛剛就想說我要忍到節目開始 我再開始講 但是我跟你不一樣的點是 就是就算你先跟我講了 嗯 我還是會有反應的 嗯 我還是會 就是再聽一次我還是會覺得 喔真的喔 不是假高潮嗎 不是假高潮 我還是會覺得好笑啊 真的喔 還是會覺得很驚訝 可是你不行 所以我以後換我要忍 你不用忍 我因為我 我就沒有辦法把那個原汁原味的反應再做一次 那你就出來 好那我忍 那你不要忍 請你忍 Surprise me 可是我忍完之後我就忘記了 然後我要自己再寫一個備忘錄 就我這個禮拜要告訴Kelly什麼事情 你就打一篇很長的簡訊然後一次傳給我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這樣 欸 抽獎是哪時候抽完啊 這個禮拜 週末 喔所以還有機會去抽獎喔 中獎之率非常大 一定要去參加喔 這個抽獎的截止日期就是這一集播出的隔一天 也就是嗯 12月14號禮拜一的中午之前 然後一中午我們就開獎 這樣子OK? OK Alright And we'll see you next week 掰掰 掰掰 Follow我們的IG at girls on the way 以現GOTW girls on the way的收聽平台有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Pocketcast Breaker Anchor And YouTube 記得在你收聽的平台訂閱我們 並且不要吝嗇於給我們打心評分以及留言喔